他是上帝用最好的材料打造出来的贴身护卫 堪称变态的身体 极度残暴的打法 江湖人送出号上帝的士兵 47岁的年龄仍然保时代列台比赛 和不输年轻人的肌肉铠甲 半人半兽似人非人 他就是来自古巴的导弹 油耳罗梅罗 八脚铁龙的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时机成熟一击必杀 比赛过后只留下痛苦的对手 和一脸懵逼的观众 他却大不留心地走出了一台 并当着松友的面向上帝发起了致敬 除了残暴无情的打法之外 他与生俱来的身体 就连一生也无法解释 他眼睛里的肌腱是普通人的三倍 上帝打到了肌肉铠甲 让他在竞争激烈的中量级 哪怕和保罗克斯塔 这样年轻的肌肉棒子站在一起 罗梅罗的身材也毫不逊色 今天这期视频将会带你了解 罗梅罗职业生涯的经典终结 第一场比赛 罗梅罗对战卢克 他是中两级前任冠军 也是斯维克法斯的末代之王 众多格斗名将都是被他吊打的对象 爵野比斯平 丁田龙泰 还有美国队长魏德曼 都遭了他不同程度的战损 如今这位中两级的技术流 对上了野兽级的暴击流 注定会是一场龙争虎斗 但是这道人的 就是 一场龙泰 哈雷坩涛 是一场龙泰 但这道人的 人是一场龙泰 这一场龙泰 一场龙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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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场龙泰 他会有六场龙泰 好龙泰 一场龙泰 这场龙泰 再到最后的这场龙泰 是正是 一场龙泰 是进入场龙泰 他会有机会 当比赛打了第三回合 罗美罗连续前手四拳 不断干扰卢克的视线 后手毁灭导弹 已经按下了发射的按钮 这一拳纵使你是大罗金仙 也会当场丢掉半条小命 第二场比赛 罗美罗对战布伦森 手回合刚刚开始 罗美罗又快速突袭 直接开启了追杀模式 布伦森也不甘示弱 看准时机就是一击抱头踢 其他选手都会选择格挡 而罗美罗瞬间进入龟缩形态 用颈椎吃下了这一腿的所有伤害 这一拳打中的东西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比赛第三回合 罗美罗一拳摇中的对手 接下来就是地面的摧残 罗美罗的掏腰的神功 直接把对手送上了救护车 第三场比赛 罗美罗对战美国队长 克里斯·韦德曼 他是美国全民的希望 曾经爆了战胜蜘蛛 又让蜘蛛是当场断腿 彻底将蜘蛛的王朝连根拔起 因此他也在格斗界声名确起 而如今的这场比赛 古巴导弹对上了美国之子 甚至当时有媒体评价 这不仅是双方之间的战斗 也是美国和古巴的国战 比赛来了第三回合 罗美罗是原地飞起 魏德曼下意识的弯腰 却成了加速灭亡的助推技 弯腰的惯性 加上罗美罗的冲击力 这一戏不亚于车祸现场 最后一场比赛 这是罗美罗出走UFC 转战到Beratai的比赛 这场赛事方给他安排了对手 是同样被称为野兽 来自荷兰的曼霍夫 他是踢拳和综合格斗双修 加在一起打过上百场比赛 是名副其实的格斗老将 同样有着堪称变态的毁灭力 综合格斗生涯有过32次赢下比赛 其中就有29次通过KO 所以罗美罗对上曼霍夫 不仅需要加倍的小心 也是一次硬度的测试 是一场赛事件 帮助打赛事件 是一场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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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底下是什么事情 但是看这次的双方 有成长的比赛 当比赛又来了第三回合 罗美罗意识到了问题 只拼战力击打 恐怕难以降服这头野兽 于是他一个虚晃过后 果断开启了下潜爆摔 并把这头野兽带到了龙边 这是老罗在铁龙最熟悉 最擅长的位置 曾经掏腰的画面 也在回荡的脑中 所以老罗也默默地举起了肘刀 这就是野兽罗美罗 职业生涯 堪称经典的比赛 能够在八角铁龙 打出如此残暴的画面 离不开他的爆发力 和超无常人的烫击打能力 这段视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遇到这种没有脖子的人 最好还是选择绕着走